你们好 我是王涛 其实我女朋友叫王涛 她最近在减肥嘛 我还挺害怕她减肥的 我觉得女孩减肥 只会折磨她自己的肉体 但会蹂躏男朋友的内心呢 我最害怕她说的一句话就是 今晚肯定不吃了 就这里边也没有个主语啊 我感觉从她宣布减肥开始 在家吃晚饭这件事就不合法了 我吃点东西不封给她 她就生气 封给她 她就吃完了再跟你生气 为了不让她生气 我得天天晚上陪她吃减脂餐 我跟一百出头的人吃减脂餐 她减肥一段时间下来 自己没瘦几斤 我瘦脱象了 有一次她坚持了半年 我坐地银都瘸屁股了 而且那个减脂餐也太难吃了 我吃过一个最难吃的减脂餐 叫杰森面包 你们吃过吗 不要吃啊 干吃小麦都比它好吃 给我搭配一些什么玉米 生菜还有一小条少得可怜的鸡胸肉 你们看这盘东西不觉得奇怪吗 就我们为什么要把鸡的食物跟鸡摆在一起 你想吃鸡没问题 好歹等她把饭吃完呢 我天天吃这个鸡饰料啊 不到六点就给你饿行了 起来我啥也不想干 我就想打个名 她捡到后来减脂餐都不点了 开始自己研究做饭 主要我俩也不会做呀 不上网查一下 我俩连煤气罩都打不开呀 有时候站在厨房里我都恍惚了 我感觉这哪是我们两个人在做饭呢 这不就是百度在做饭吗 做完饭我一看那个搜索记录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锅盖怎么煲汤 猪肉炖粉条可不可以放牛肉 问到最后算法都觉得没有问题了 给我俩推荐一些相关链接 警惕这几种食物一起煮会中毒 我们俩做饭最难的一点就是跟上那个教学视频呢 经常是我在这边还没把鸡蛋炒至蓬松呢 他已经捞出去备用了 你很难follow他exactly呀 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全是我这种选手 问老师啥是炒至金黄啊 我这都黑了半天了啥时候变黄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我说他怎么能捞出去备用呢 怎么我这玩意全沾锅上了 我们俩做完饭味道放在旁边咱都不提 锅害能不能要都得随机应变 我涛哥AKA不沾锅终结者 一个拿不沾锅能给你做出锅贴着女人 那个糖醋小排给你做的啊 都拔湿了 下锅之前十块小排 一顿操作之后给我端上了一块肋骨 他这个人越不会做饭 做起饭了还越自信呢 之前我妈从东北给我寄了一根雪肠过来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她都没见过 怎么敢去动手的呢 我家来一个朋友之后 他非要露一手 打开冰箱 特别笃定的跟我说 你一会儿去菜市场 给我买个乌龟回来 我今天我给你们整个雪肠龟 我太喜欢讲这种东西了 一旦不喜欢我也得讲 但这个雪肠放到锅里边 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我涛哥判断一个食物熟没熟的方式 就是尝一口 但是雪肠的构造是 小肠里边包着猪血 每一熟熟之前都是液体啊 我是一把没拦住 他抄起菜刀 上去给雪肠扎了个眼 那根雪肠瞬间变成一把水枪啊 照着我脸一顿秃秃 我没想过我能被一根雪肠打得 我睁不开眼睛啊 我拔腿就往厨房外面跑 我朋友看着我跑出来都惊了 他说你俩做个菜怎么炒成这样啊 还没等我解释呢 我涛哥浑身是血 拎着把菜刀就出来了 我朋友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跑啊 他跟我说 我刚才你俩秀恩发的那条哥哥杀我 不是要当我面杀吧 我真没自信 劝我朋友留下来吃饭了 还好我嚼了两粒我的一达 无糖口香糖 自信谁嚼谁到 他说不然你也给我嚼两粒你的一达压压经吧 不然我也没法相信雪肠龟他是道菜啊 但是说实话 我到现在都觉得做饭好不好吃不重要 一日三餐最重要的其实是中间的两个人 谢谢王涛 我是邱瑞 我喝一口给我买上 喝一口给我买上 我感觉喝得稍微慢一点啊 直接到我嘴里了 你的房贷是多少啊 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你的房贷减工资等于多少啊 那你现在还想喝这杯玉泥泼泼冰吗 心里有作坟 仗者未亡人 你面试取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我说哥没这么说话的呀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 你们好我是邱瑞 我今天入职效果文化了 还挺不适应的 我就从来没有干过这么闲的工作呀 好久都没挨过骂了 我最近一直挨骂 还是我领导程璐指着我鼻子说 你喝那么点养鱼呢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都没见过凌晨四点钟的太阳 现在天天在酒吧开始说 主要凌晨四点的太阳 它也不好看呢 你也看不清 有时候有两个 有时候有三个的 九竹上挺可爱你的社交能力的 是吧 我就挺差的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社恐 我最害怕碰到的人 就是另一个社恐 我们两个人聊天 就没有什么对话的概念了 那就是互相提问题呀 问完你大学在哪上的 就问你高中在哪上的 然后开始问你高中老师是谁 这不都是秘宝问题吗 咋的两天透我Q号下 我们社恐最害怕去的地儿就是 某底拉 你就觉得这帮服务员就不接受 人与人之间有边界呀 你有时候都没看见他们的招牌呢 就已经看到他们的迎宾了 当你目光一不小心 跟其中一位对上那一瞬间 你就知道这把完了 今天只能吃某底捞了 我坐在桌上 我就感觉他们默认我上师行动能力了 我只是说了一句 我想喝双梅汤 我感觉我就正式加入他们的流水线了 一杯杯给你倒也不知道个停啊 我都吃完饭了 我想着临走之前把这杯喝完呗 当我起身穿一颗拱子 就给我买上了 我回来之后看到这杯双梅汤 我都蒙了 我说我刚才到底喝没喝过什么 怎么硕大一个火锅店 就容不下一个空杯子呢 你感觉在这个地儿都玩不了 那种时间静止的快闪 你就不管把时间停在任何一秒 都至少有一个服务员正在倒双梅汤 我喝一口给我买上 喝一口给我买上 我感觉喝的稍微慢一点啊 直接到我嘴里了 我这喝这个双梅汤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自己再做一道进水出水的数学题啊 我甚至有点理解里边那个游泳池了 就有人一直给你碗里倒 你都不知道要不要排出去了 我正想着怎么把这点水排出去呢 我朋友突然站起来了 今天邱瑞过生日 然后服务员看了我一眼 当我跟他目光对上的一瞬间 我就知道这把我完了 那首歌要来了 来吧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为什么那么多 当时场面就跟现在一样尴尬 我跟服务员说哥们儿啊 我不配这种服务啊 要不我充个会员吧 哥们儿说不用 咱这服务都是免费的 我说我就是想充个会员 跳过你这个服务啊 当我们从这家火锅店出来的时候 朋友还问我呢 人家服务员服务这么到位 你凭啥有这么大的情绪呢 我说我刚开始啊 压根也没想吃这个火锅啊 再说今天它也不是我生日啊 我感觉这几年大家过得都不是很好啊是吧 都在研究什么消费降级 但我们这代人就没有什么精打细算的能力啊 是越想省钱花的越多啊 你们在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人都知道 里边东西是真便宜啊 但也真是用不着啊 我就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能挂起一个小孩的挂钩 一坐下屁股就凉着屁垫 还有自带跑步机的猫爬架 我们家甚至都没有猫啊 现在我家那条狗在玩猫爬架 等我冷静下来我就生气 我说我为啥要买这个挂小孩的挂钩啊 我总不能朋友来我家做客啊 我说哟 带孩子来的 来吧 挂墙上吧 都一看账当我更生气 就现在我多玩一会儿游戏 手机都知道给我做防尘迷系统了 怎么在我沉迷花钱的时候就不知道加一个呢 也不用做的特别复杂 只需要在我每次提交订单的时候给我发几个验证问题就可以了 你的房贷是多少啊 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你的房贷减工资等于多少啊 那你现在还想喝这杯玉泥波波冰吗 我以为我花钱已经够大手大脚的了 直到我看到我妹妹给她男朋友买了一双一万多的拖鞋 那个价格真的超出我的认知了 我说咋的呀 是穿上你这双鞋能增加移动速度吗 王者里一双真正能增加移动速度的鞋只卖五百三啊 那是一个杀人都合法的地儿 鞋都不敢卖这么贵啊 鞋没送两天两个人就分手了嘛 现在还分期还那种鞋呢 我说你俩好啊 你俩这后会有期是分期的期啊 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花钱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 我的拖鞋就是在拼兮兮买的 三块九还带防滑 就当它便宜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考虑它的性价比了 你只会好奇 就这玩意到底能偷工捡了到什么程度 三块九能不能给我寄过来一双左脚 但你转念一想是吧 一双脱鞋它能有多难穿呢 拼兮兮给了我答案 它做防滑的思路呢 就是给我鞋底打一堆的洞 起到一个吸盘的作用 我用力往下一踩呢 就把我脚也沾上了 特别的防滑 脱个鞋跟拔罐一样 那个卖家还说呢 有了这双脱鞋 你再也不用担心在浴室滑倒了 我就觉得有点过于黄滑了 有一天我真摔倒了 鞋还在脚上 浴室那个磁砖前面我都能走上去了 但也不敢真往上爬是吧 上面还挂着孩子呢 互联网聪明的地方就在于啊 我买这双三块九的拖鞋呀 我就再也刷不到贵的东西了 全是一堆破烂 给我推那种六块九的泳裤 颜色都不让我选随机发 我有罪啊 我都二十七了 一想到自己有概率 穿上一条粉色的泳裤 还是羞愧的不想下水啊 六块九的泳裤 现在稍晚步都七块九了 稍晚步才多大一块料啊 我都想问那个卖家 我说你这个泳裤 会不会有点太暴露了呀 卖家说咱都是正常尺寸的 暴露啥呀 我说暴露了我的贫穷 我现在点外卖吃了烤冷面七块钱 他都提示我可以用某倍贷款支付了 我不知道这帮设法是怎么想的 认识我这啥就玩屎推呀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 疯狂的给我推直发广告 我现在才全职干突破秀一年 已经开始给我推离婚律师了 我感觉我这后半辈子被这个算法推荐算得明明白白的 我以后人生肯定是有场大截 家破人亡 只能靠贷款点烤冷面维生 外卖小时候给我送饭出来拿不着 脱鞋沾地板上呢 我悲剧的人生已经确定了 但也没事 咱泳裤颜色是随机的呀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好 我叫邱瑞 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属于长得特别好看的那一类的是吧 好看 好看 哇 你们情商真高啊 但我真是上大学的时候才意识到 自己是属于长得丑的那一类 就长得丑这个事儿你是很难有自我认知的 就只有你长得好看 才有人当面夸你 但是如果你长得丑 都没有人提醒你一下 你就只能靠自己悟啊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比胡哥长得还帅 就直到有一天啊 我同学指着我 跟一个比智盛还丑的哥们说 哎 你俩长得挺像啊 我才发现这个事儿不对啊 但是更不对的是 那哥们儿听完比我还生气 我上高中的时候 对自己长相还挺有自信的 特别喜欢自拍 我在QQ空间里 甚至有一个自拍相册 叫小姐请自重 里边每一张照片都展现了一个 十七色的少年对时尚两个字的误解 我当时觉得 沙马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东西了 我一米七的个儿 烫个一米九的头 这个发型拍合照的时候就特别尴尬 以我的身高拍毕业照 只能站在第一排 但是我的头发 就把后边人挡上了嘛 吴老师让我站在最后一排 最后这张照片上就指我这坨头发 挑在前排校长的头上 我那个时候真的太爱沙马特了 我把自己QQ名称都改成了叫障碍狐哥 高中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装忧郁是吧 我为了装忧郁真的牺牲太多了 我甚至还买了一本叫柴 叫小纸袋嘛 上课的时候看被我们老师发现了 东北老师教育的方式就讲究一个赶尽杀绝啊 抓到我上课的时候看小时代 就去图书馆给我借了一套郭敬明全集 让我抄一遍 这是我见过最南辕北辙的教育方式了 我要是抄完一整本小时代 整个时代还能有比我更会忧郁的人吗 马上就要考试了 别的同学都在复习 没有力的作用就没有加速度 我在那边默契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了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讲出来还是一样的丢人呢 我原以为自己做过的蠢事早晚都会忘掉 在现在科技真的进步了 被你忘掉的事儿 Q空间都记得 而我的愚蠢都以火星文的形式流传下来了 早晚有一天被我女儿发现 我真没办法想象 如果她翻出我这个造型的大头贴之后 我还怎么样做一个雅丽的父亲 我肯定没办法教育她了 我要是教育她好好学习 别早恋了 她能马上给我甩出来一张 心里有作坟 仗着未亡人 谢谢你们邱瑞 谢谢你们 你们好我叫邱瑞 是个程序员 为什么 你们这有什么的 这有什么好的 我们这程序员也太多了 不值得这个掌声吗 我觉得我跟掌好比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那个那个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为马 还是在纸上骂回 哇 这太好了 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我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的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好 这个好 你弄马怀 我老板真的太抠了那个人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乘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着比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走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吱坑吱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太牛了 太牛了 稳了 稳了 有一天到凌晨两点多 我都准备睡了 被bug报警吵醒了 就在群里问了一嘴 有没有人动我的东西 就果然被我老板改了 他改我的理由也特别离谱 他觉得我手这么没有大血 太丑了 我看是嫌我头发太多了呀 这跟半夜跑到被窝里 耗我头发有什么区别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名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 哪个正常人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Ea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 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useful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Ea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出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他们公司一共就杀人就别冒为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临走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是吧 谢谢你们春瑞 谢谢你们 你们好 我叫邱瑞啊 我叫邱瑞 我是个沙洋人 现在在北京生活 就作为一个外地人 没有钱的话 在北京你会穷得特别具体 是吧 你就只能住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 我家现在到公司要到四班地铁 到河北只需要两班 而且我去租房住的时候 租房软件上有个特别气你的一句话呀 它让你输入你想住的地方 我是想住郊区吗 我坐地铁有瘾呢 这不是也状态了 对对对 一股的愤怒 那是我想不想的事吗 我想住故宫 都没有钱你不想住郊区 就只能跟人合租是吧 家里东西坏的都没人修 我家那个卫生间灯泡坏了就没人修 逼着你拿浴霸照明啊 那叫一个晒啊 坐在马桶上都不能保持不动 你得扭动起来 不然就晒伤了嘛 跟那个土耳其口有一个原理你发现了吗 我现在晒得一天比一天黑啊 还有同事问我呢 就是你最近是去做美黑了吗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最近就是有点拉肚子 我们这帮外地人想租个房子太难了是吧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找几个房产中介 听他们给我们重新定一下 什么叫一局史 我跟中介说你给我找个一局 他推门就带我进了个两局 跟我说这原来是一局 我说哥妹你这么说话的呀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 这原来还是一片草原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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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劲儿还挺极客 我肯定要跟逗逗金就是一个人 他带我看过一个最离谱的房子 那个户型名就叫钻石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屋子里边吧 找不到一个直角 却有四个东南角 你走进这个屋子就感觉走进了钻石的内部 你都没办法说他家徒是壁 那么最起码家徒是二壁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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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卧室是T型的 卫生间是三角型的 这个房子复杂到我想知道它的具体面积 得连一条辅助线 拍扮 好巧啊那么巧 啥房子冷角人这么多呀 你感觉这个房子是用别的房子那个编角料给你拼出来的 这个房子给你盖的七六八百的 它有四个东南角 却都是瑞角 完全魔杖 这挺好笑的 这太好笑了 你把它改成玻璃的 这里边都能看得见彩虹 但是这个房子有个特别大的优点 它应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卫生间了 三角形的嘛 就算地震来了 也打人不了我洗澡的节奏 我说它这三角形的都抬举它了 那就是个三棱椎啊 它墙跟地面都不成一个指角 它给你成一个四十五度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呢 是我房东阿姨给我把马桶塞在这个脚里边 让你根本站不到它前面 你想走进那个空间 得把自己的身体 跟它摆成一个同位角 太时间了 慢慢渗进去 关键这个姿势 你进去了就站不起来了呀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一个墙角堵在了一个墙角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